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模具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 那我们公司呢 有两个省级的技术中心 那目前呢 我们成都本部的技术中心 正在申报国家级的技术中心 然后呢 我们公司还有30多年的塑胶产品和模具制造经验 并且呢 拥有国家级的检测实验室 分别在全国的各大城市 只要是有汽车主机厂的地方 就有我们公司的分公司和子公司 那凭借我们的优质的产品 一流的服务和自主创新能力呢 市场覆盖了国内的主要的汽车各大主机厂家 那我们公司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 能够与主机厂进行同步设计 结构开发 CAE分析 模具制造 住宿 喷涂 组装 以及包装设计制造的一个全面的生产制造能力 那这个呢 是我们目前的一些主要客户 主要有一汽大众的 大家请看 主要的车型奥迪啊 高尔夫啊 速腾啊 上面都有我们公司提供的塑胶产品 然后一汽丰田 还有一汽的自主品牌 像普拉多 RAV4 这上面都有我们的塑胶零件 东风标志 东风雪铁龙 这两个呢 是我们公司目前最主要的客户 基本上他们的所有的车型上面 都有我们公司提供的产品 然后呢 吉利汽车 目前我们也是他们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那长安汽车也是我们的主要客户 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主要分为几大系列 一个是保险杠 二一个呢 是仪表台 然后呢 门内饰板 汽车的三大总成 我们都有在做 然后呢 还有汽车发动机周边的 进气气管 气缸罩盖 还有油轨 这个油轨呢 也叫燃油分配器 然后呢 还有一些硅油离合器 电磁风扇离合器等等 一些铝合金铸造的一些产品 那在我们公司呢 做Modflow 我们不仅仅是用在 模具设计上面 在我们公司目前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Modflow和我们的产品开发 模具设计 注射工艺策划和注射生产 整个的是一个完整的结合在一起 在产品设计阶段的话 我们用Modflow 模量分析来进行优化壁后 通过增减一些精卫 改善变形 改善产品的外观 然后呢 在模具设计之前的话 我们会用Modflow 给它提供一个优化的交注系统设计 以及变形窍区的优化分析 而且能够给模具设计这边 提供一个预变形的方案 那我们在注射工艺 在试模之前呢 我们通过我们的CLE团队 会提供一个优化的注射工艺 用于试模的时候 给它们起到一个指导作用 那在注射生产的期间 如果出现了问题 那把这些问题反馈到我们CLE部门 然后呢 我们再把工艺进行优化 分析给注射生产提供一个优化的工艺 那航天模式公司呢 我们的CLE的分析的核心技术 就是预变形技术 那我们都知道 塑料界只要是注射成型的话 有没有变形呢 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的塑料界 只要你存在这个壁后的差异 温度和压力的差异 减切速率的差异 以及脚口的远近等等因素 是必然存在的 那么只要有这些因素存在 这个产品一定会有 这个变形不均匀的情况 那只是说 看我们最后的零件变形之后 这个变形程度 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设计的工艺要求 那怎么样解决变形问题呢 那通常有很多办法 刚才前面的两位演讲的嘉宾 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 解决变形的一些思路和方法 那通常呢 常见的方法 比如说改变胶口的形状 改变胶口的数量 比如增加胶口 改变胶口的尺寸 或者改变胶口的位置等等 那这些的话 对产品的变形都是有改善的 但是往往通过这些手段之后呢 这个产品多多少少 还是会有一些变形 那还有一种办法 比如说修改产品的局部弊后 增加加上金 或者减少加上金 那对变形也是有改善的 但是呢 往往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受到一些限制 比如说有些客户 他坚决不同意改产品 他就说了 我这个产品在国外做 就是这个样子 我产品的结构 绝对不允许更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CE的人怎么办呢 往往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 产品结构又不能改 那我是不是 很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 不过没关系 我这儿呢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 下面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以不变 应万变的一个方法 就叫做预变形技术 那当然了 我们要解决变形 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做教型工装 但是呢 往往教型工装做出来的产品 质量不稳定 而且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那也有人说 我变形比较大 我可以通过什么 气腹成型 微发炮 或者注射压缩成型 或者低压成型 这些新工艺 新手段 来改善变形 那确实 这些新工艺新手段 对变形 是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但是呢 就我们公司的经验来说 还是不能够把这个产品的变形 完全消除 像我们公司呢 目前有气腹成型的设备 也有微发炮的 Musell注塑机 也有低压注塑 注射压缩成型的注塑机 通过我们实践验证发现 微发炮 它做出来的产品 并不是没有变形 只是说 可以比普通注塑机 打出来的产品变形的话 基本上能够改善一个 50%左右吧 但是呢 采用这些新工艺新技术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购买这些昂贵的新设备 对于一个产专的 企业的老板来说 你要叫他去买 花几百万买这些新设备 老板会很心痛的 老板就会问你 我们要你设计议部门干什么呢 那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别的办法 比如说 先做试验模具 把这些试验模具 做出来之后呢 通过产品实际检测 变形情况 然后呢 再来做预变形处理 然后呢 再开第二套模具 但是呢 这种方法 质量虽然好 可是它的开发周期 会增长 模具的成本 会增加 基本上会增加 百分之五六十左右 因为你要开两套模具嘛 那最后一种办法就是 对开模数据 进行预变形处理 这个方法 是经济有效的 但是呢 有比较大的难度和风险 需要很高超的 CAE技术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那这儿呢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个预变形的方法 的原理 那比如说 像这样一个方形的盒子 PP材料 那脚口 开在底部的中间的话 由于角落效应 收缩不均 冷却不均等等 多种因素的存在 这个产品 四条边 往往会出现一个 内收变形 相信这个案子 大家都应该会 非常熟悉的 那遇到这种情况 就算你的冷却水路 开得比较多 但是呢 它的变形 往往还是会出现 只要这四条边 有内收的话 那这个变形 就是比较 很难解决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这儿 我们就通过 预变形方法 从模流分析结果 导出一个 反变形的STL模型 然后重新建模 设计模具 然后呢 最终住宿 就能得到一个 理想的产品 那这个地方呢 在中间 这个棕色的产品 就是我们所 需要的一个 理想形状 比如说一条平直的 四条边 那如果我们开模具 按照这个平直的模型 放一个均匀的收缩率 那大家可想而知 出来的产品 肯定是红色的 这个形状 四边内收 那我们 如果把这个产品的模型 做预变形设计 做成绿色的 这个形状 大家看 四条边 往外面凸出来一点 然后呢 收缩率也包含在内 那最终 按照这个绿色的模型 开设的模具 做出来的产品 就能回到 这个棕色的形状 这就是我们 所需要的理想形状 那当然 这个地方 只是一个原理解释 具体操作起来的话 还会面临很多难题 那我们公司 做CIE预变形的 一个技术流程呢 是这样子 首先是 CIE初步分析 导出一个 反变形的 STR模型 再利用 专业的建模软件 把它转换成点云 然后呢 再逆向建模 然后CIE再次分析 那确认这个 变形以后的形状 是我们所需要的 形状之后 再得到开模数据 那预变形技术 成功的基础 就在于 准确的CIE分析 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那采用 预变形技术的好处呢 就是 我产品的质量 可以符合 你的质量要求 模具成本呢 我只开一套模具 开发周期呢 也很短 然后呢 我也不需要 投资新的一些 新设备 生产成本 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那这个案例呢 实际案例分享 当然这儿是一个 没有做 预变形的案例分享 是我们公司以前 做的一个产品 发动机装饰罩 材料是PA6 加30%的拨迁 那产品注数以后呢 边缘变形非常严重 那我们通过 做模略分析 就发现 这个产品的 周边变 在Z方向的上翘变形 最大的地方 达到7.2毫米 而且呢 产品的图子公差要求 是变形 这个周边的变形的话 正负4毫米以内 那我们公司呢 一开始没有做预变形 这个产品打出来以后 测周边的这个变形量 这个是普通注数 它的超差 黄色部分就是它 超速公差 超速公差的上限 还多数了5个毫米 大家看 最大的地方 多数了5个毫米 那这些点位都是超差的区域 那后来我们公司呢 购买了微发炮的注数机 把这个模具改造成 微发炮的模具 在微发炮注数机上面去打 结果发炮 这个变形的窍息呢 有了明显的改善 但是呢 这些点位 大家注意看 从1号点到10号点 它的变形 仍然是超过我们的公差上限的 当然大家从这个地方看 这个变形量呢 比普通注数 是改善了很多 但是还是超出公差要求之外 那最后呢 我们这个产品 还是不能得到客户的认可 那这个问题 本质原因分析呢 就在于 这个拨纤增强的材料 它由于纤维取向 造成的窍区变形 那我们尝试了很多种方案 改变胶口的位置 改变注数工艺参数 最终呢 这个产品周边的变形 始终是无法满足 这个公差的要求 那后来反反复复 试磨了很多次 改模也改了很多次 花费了12万多元的 改模费用和试磨费 但是呢 最终这个客户 由于这个交期非常紧 而且呢 通过一些客户最终 由于这个交期的影响 不得不让步接收 那我们公司呢 这个项目上面 给客户带来的 这个印象是非常不好的 那后来呢 我们又接到了一个 类似的产品 同样的一个产品 形状很类似的一个产品 那接到这个项目之后呢 材料也是同样的 零龙6加本30波签 那有了上一次的 失败经验之后 这一次我们就 有了一个经验借鉴 那我们首先做模略分析 那填充时间呢 大概是5点几秒 然后呢 用Modaflu的默认词形条件 分析得到的一个 翘区变形结果 大家看周边的变形上翘 Z方向的变形 也是达到了5点几毫米 那通过模略分析 得到一个推荐的 模感速度 那这张图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通过这张图 把它转化成一个 实际的注视工艺 那这张图 根据冻结成因子图 我们找到一个 最佳的保压时间 那我通过找 交口附近的产品 冻结时间 不同的位置的点 它的冻结时间 凝固成因子 它的冻结时间 大概在15.18秒 然后呢 扣除填充时间 5.47秒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一个 优化的保压时间 那最佳保压时间 大概是9.17秒 那我们在实际工艺参数 设置的时候呢 就设为10秒 那有了前面两张图 再根据基姆利 就是李昭敏先生 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那实际注视工艺 在Modaflow中的设定方法 那根据这篇文章的方法 我们把前面的工艺参数 转化成一个 实际四模用的工艺参数表 那比如说机场型号 海天780吨 然后温度 储料位置 注视 射退 注视 压力 速度等等 那这些参数 我们都是根据前面的 这个 优化的螺杆 速度曲线 来进行计算 得到的一个 推荐的 注视工艺参数表 那这个参数表 有什么用呢 这个表就是用于 我们做预别型设计以后 第一次试模 我们就必须要拿 这个工艺参数 来进行试模 模具上面呢 要接模文机 然后呢 所有的参数 都按照这个参数 在这个基础上 再来进行微调 那根据前面的优化 工艺参数 我再把这个工艺参数 重新再设置到 莫德弗洛里面 再分析一次 保压时间经过优化 注视工艺参数 得到优化 那最终呢 这个变形结果 我们得到一个 这么一个结果 那根据这个变形结果呢 我们发现 中间的区域变形 其实是比较小的 基本上满足工材要求 那主要的变形区域 在于这个 两个红色方框的区域 那我们就把这个 红色方框区域 做一个预变形处理 那具体怎么做呢 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把这个 模流分析的结果 敲去变形 导出一个 反变形的STL模型 然后转化成点云 然后呢 把这个点云 重新见面 逆向建模 建了一个A面 然后呢 再建成实体 建成实体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实体模型 再用Modflow分析 再分析一遍 验证以后 再把这个实体模型 拿来做模具设计 模具制造 最后再检测 那这呢 是我们这个产品 开发成功之后 第一次试模的产品 上检具 做的一个检测结果 大家可以看 周边的这些 是检测的一个结果值 那这些结果值 都在我们的 公差范围之内 那这个产品呢 我们做了预变形之后 T0 试模 就完全符合 产品的公差要求 那这个项目总结呢 就是 通过预变形 我们的模具加工 一次试模就可以获得合格的样品 保证了这个项目按时完成 为我们公司赢得了声誉 而且呢 比之前相比的话 减少了三次试模 节约了至少12万的 改模费用和试模费用 那接下来是我的案例分享二 那这个零件呢 是一个安全带的导向扣 材料是聚甲权 那大家都知道 聚甲权是一个硬度很大 而且韧性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那这个产品呢 要求的要点 这个宽度三毫米 这个宽度也是三个毫米 要求这个产品 注数成绩以后 宽度要保持均匀一致 那这个产品我们拿到之后呢 通过做模略分析就发现 这个产品会变形 导致中间会接触到一起 那这样的情况的话 这个产品是没法使用的 安全带根本就装不进去 装配使用都会受到影响 那我当时呢 就把这个分析报告 交给了我们的模具供应商 但是呢 这个模具供应商 他们可能没有重视 我们这个分析报告 他们认为 这个产品很简单嘛 我就按照均匀收缩率 这么开 放收缩率 再开模具就好了 大不了我冷却水路 多开一点 然后接点冰冻水 应该可以解决 这个模具供应商呢 当时就没有听 从我们这个 CEA部门的建议 他就这么自己开模具 结果最后产品打出来 就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看 中间这个地方 就完全i-lon到一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和下面i-到一起 这个安全带 根本就没法装进去 装进去了之后 安全带也没法滑动 那这样的话 这个产品是不合格的 完全不能使用的 那这个模具厂 它自己试模的时候 反复修改供应参数也不行 后来呢 把这个产品 在中间塞了一个东西 塞了一个东西之后 而且这个东西 把这个产品顶上去 想要通过叫型的办法 让它恢复原状 结果把这个塞的东西 拿出来之后 这个零件又恢复成 这个原始形状了 因为具甲权的 韧性非常好 后来呢 他们还把模纹机上 接冰冻水 但是这个产品出来变形 还是很严重 还是这个样子 最后这副模具 只能报废 然后呢 开发周期 也延迟了一个月 而且反复 试模三次 浪费了 六千块的试模费用 那后来他们不得已 把我之前给他们的 模略分析报告 拿出来一看 哎呀 然后找到我 那我这边呢 就给他提供了 这个模略分析的 一个预变形的点云数据 我们把点云数据 做出来之后呢 大家注意看 蓝色的模型 是我产品的原始模型 点云数据 是反变形的模型 那有了这个点云之后呢 我们在 这个点云 我们把点云拿来 逆向建模 重新建成了 这个反变形的 预变形的实体模型 那这个预变形实体模型 我们把它交给模具供应商 让它按照这个实体模型 来开模具 那最后呢 产品 按照这个模型 做出来 第一次试模出来的产品 就成了这个形状 中间的间隙 也是很均匀的 下边间隙 也是满足公差要求的 那这个模具 就一次试模 就成功了 那这儿呢 是我的第三个案例 那这个是一个 汽车发动机上面的 一个气缸罩盖 产品壁后 主料后是三个毫米 外形尺寸 大家注意看 1.158米 这个产品长度 一米多长 宽度380 高度100多 那相信在座的 有些 有些嘉宾 可能你们也见到过 气缸罩盖 不过可能你们一般做的 气缸罩盖长度 顶多只有500多毫米 应该没有这么大 那这个产品的 产品的一个控制要点 在于 周边的这些螺丁安装孔 它的位置度 公差只有0.5 孔的位置度0.5 然后呢 这一圈 它的平面度要求 任何100毫米 乘100毫米区域内 平面度 小于0.3个毫米 那这两个要点 是非常难保证的 一般来说 做这个气缸罩盖的模具的话 都是周边要做相间 而且呢 都是要通过 预边形处理的 那这些孔的位置 可能一般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孔 我先提前做大个2个毫米 等到4膜以后呢 测这个孔偏了几个毫米 我再把这个孔的位置 把它平移一下就好了 但是呢 像这么大的产品 用普通的办法是不行的 这个地方是我们做的 模量分析结果 大家注意看 这两条长边 它会往外面 鼓出来 而且这个鼓的程度 大家看 5点几个毫米 那5点几个毫米 根本就没法满足 我们前面的这些 孔的位置度0.5的要求 而且呢 这个平面 Z方向的变形程度 也达到了 2点几个毫米 那要保证 我们平面度0.3的要求 也是不可能的 那这样的情况 怎么办呢 那唯一的办法 我们当时也给这个厂家 我们的客户提过 就说 能不能在上面 增加一些加强金啊 或者改变庇厚啊等等 但是呢 我们的客户说了 这个产品 我形状已经定型了 不能够改产品结构 你要么就给我做这个产品 要么呢 你就放弃 那当时我们呢 拿到这个产品 那就没办法 只有使出我们的杀手键了 那就是预变形 那我们通过模略分析 把这个模略分析的结果 也是导出 反变形的STR文档 再转化成点云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绿色的点呢 都是点云 然后呢 蓝色的是实体模型 是我们建好的 那这边呢 这儿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蓝色的实体 是预变形的模型 就是说 灰色的模型呢 是产品的原始形状 那产品的原始形状是 在外侧 因为这个产品分析以后 它会往外面凸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做预变形的时候 把这个长边 把它做来凹进去 那当然这个凹进去的量 是根据我们前面 模略分析的结果来做的 那通过这样 做了预变形之后 这个产品 开模具 做出来之后 大家注意看 这个长边 平直度 直线度 还有这个底面的平面度 都是非常好的 都在公差范围之内 那这个项目呢 就成功 非常成功 那这样呢 我们简单地做一下 这个用Modflow的 应用效益的一个分析 那平均来说 使用Modflow之后呢 减少试模次数 一到两次 平均每套模具的话 节省2000块钱的 试模费用 那我们公司的话 从今年1月份到10月份 目前已经做了 220套的模类分析了 那我们按照一年 就保守一点算吧 算200套 那试模成本的话 一年可以节约40万 那模具开发成本来说 平均每一套模具 可以缩短开发周期 5到20天 每套模具 减少这个修模改模 这个费用5000块的话 按照200套模具 那我们公司 每年可以节约 100万人民币 那总的来说 还可以节省一些生产成本 避免投资 购买昂贵的新设备 那使用Modaflow以后的话 我们公司每年 至少可以节约 140万的人民币 那实际上 购买一套Modaflow软件 也就几十万而已 我们半点时间 就可以把这个Modaflow的成本 收回来了 那接下来呢 是一些know-how的分析 那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玻璃倒轨倒潮 升降器的玻璃倒轨倒潮 那这个产品呢 我们通过Modaflow分析就发现 它这条边会内收 那这个客户呢 也是说了 我这个产品结构 是不允许更改的 你要加金减金 没门 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办法 就是通过预变形 那这个产品呢 材料它是 是含有波纤的材料的 大家要注意这点 含有波纤的材料的话 往往通过矫正的措施的话 往往是很难奏效的 那只有用预变形的方法 才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 那更改以前的话 这个这条边会内收 影响这个玻璃倒轨的 影响这个汽车的 玻璃的升降运动 那做了预变形之后呢 这个产品 它的宽度 刚好是我们的 设计要求的宽度 那大家注意看这儿 产品内收变形 那黄色的模型呢 是我们的理想模型 那我们做反变形的时候 这条边绿色的点云 就是我们的反变形的数据 它是在产品的外面的 那这个项目呢 我们在模具上 做了预变形处理 产品也是第一次试模 上检具去检测 尺寸都是符合要求的 那下面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是我们的一个 后排座椅下部装饰件 那这个呢是后侧围 那这个产品呢 装配的时候要求 这个地方的间隙 要均匀一致 理论的间隙 应该是3.8个毫米 但是呢 我们这个模具 由于在开发的时候呢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没有做预变形 结果呢 后来产品做出来之后 一装配 这个地方的间隙 变成了6个毫米 这个地方的间隙呢 有4个毫米 那上下的间隙也不一致 那在座的 做汽车行业的都知道 这种汽车内饰件 间隙不均匀的话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外观缺陷 那我们通过模略分析呢 就发现 这个产品 由于这个边 有一条翻边存在 那这个地方的收缩率 是比较小的 它的变形大概只有 单边有2点几 双边的话有 总共有4个毫米左右 然后呢 这个区域 大家注意看 它的收缩变形 最大值 达到了8点几 那这个理解就相当于 变成了一个梯形的形状 因为这个产品 下面有翻边 上面呢 是没有翻边的 它由于这些结构的强度 还有收缩 不均匀 导致了这个变形 就是上面收缩大 下面收缩小 那我们在实际四模的时候呢 为了把上面打大 就使劲加薄压 使劲加冷却 结果呢 上面做大了 下面也跟着做大 结果这个产品尺寸超大 装配的时候 根本装不下去 那为了把它打小呢 把下面打小了 结果呢 上面尺寸变得更小 这个间隙变得更不均匀 那后来呢 这个产品 我们只好在模具上面 在这条边 做了一个补偿夹胶的动作 才把这个间隙均匀程度解决掉 那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进气气管的上片 在座的也有做进气气管的企业 都有 那这个进气气管 我们当时通过模具分析了也发现 它的上边缘 这个地方变形 会内收达到三点几个毫米 而这个点的话 内收只有一个毫米左右 那也就是说 这个产品 总的变形的话 上下是不均匀的 但是呢 我们当时提出建议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加一条金 把它撑住 结果呢 主机厂 把我们这个建议给否决掉了 他说 我这个地方装配 有螺钉要从这装进去 你加了一条金之后的话 会影响我的装配 那产品的外表面 加加仙金呢 这个主机厂也是不同意的 他说了 因为这个产品是在国外 已经量产了的 现在呢 拿到国内来做国产化的应用 那做国产化的话 我这个产品的结构 是不能够更改的 那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我们只有采用 我们的预变形技术 那我们通过 把这片区域 做了一个预变形处理 往外面偏移 做了一个角度的旋转 然后呢 这片区域 也是往右边旋转 那大概平移了 二点几个毫米 那通过这样一个平移 然后呢 模具做预变形之后 最后这个产品 焊接质量 完全符合要求 焊接金才没有错位 所以说 预变形的话 是能够解决很多 这种撬去变形的问题的 一个方法 那我这呢 第四个分享的案例 是一个前锋窗盖板 也就是汽车的挡风玻璃前面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零件 那这个零件呢 它的问题主要是 在这个地方变形比较大 这箭头指的两个地方变形比较大 大家注意看这儿 这个地方拱起来 这儿呢 是塌下去 那这两个卡子 在装配的时候呢 跟挡风玻璃装配 由于这个地方上翘变形 这个卡子很容易被憋断 那这样的话 就造成了一个不良品 那我们通过模量分析 就发现 而且把这种引起变形的几个因素 分离出来就发现 引起这个变形最大的是角落效应 当时我们就觉得奇怪了 这个零件角落效应 为什么这片区域角落效应这么大 这儿变形有2.8 这个地方变形2.3 而其他地方变形 只有一点几 一点几 只有一点几个毫米 为什么这条边变形 它的角落效应的变形不均匀呢 那于是我们就 把这个产品做了几个剖面 那在这个剖面 断面上面一检查才发现 产品的主料厚 2.5 但是呢 在这个区域的转角区域 这一片转角区域 它由于在倒圆角的时候 可能有点小小的失误 这个圆角的区域 肉厚达到了4个毫米 那这个肉厚4个毫米 就是造成这个角落效应 收缩不均 角落部分的收缩过大 导致的这个角落效应 这个区域变形比较大 那于是呢 我们就把这个 圆角的肉厚 把它改成了两个毫米 那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我产品的主料厚2.5 我在改圆角的时候 圆角的肉厚 一定要比主料厚 小那么0.5 或者小1 3分之1 4分之1 5分之1都可以 一定要比你的主料厚小 这样的话 对于你的角落效应的改善 才会非常明显 那我们这么改了之后 再来做模拟的分析 然后看这个角落效应的影响 大家注意看 这条边的角落效应 现在变成了只有0.5几 0.5 0.1 0.几 0.几 那这条边的话 它的变形 Z方向的变形 就变得很均匀了 那于是呢 我们就照这个方案 把这个模具的 沿着这个地方的转角的R 把肉厚改成两个毫米 那最后呢 试膜 那上面呢 是以前的原始产品 就第一次以前的老产品 这个地方的变形比较大 那下面呢 是我们经过优化壁后 转角的壁后优化以后 这条边的变形就比较均匀 然后呢 再去装配 都是OK的 那最后呢 做一下经验总结 就是说 我们做预变形的话 关键在于提高 模流分析的精度 那具体的要求的话 有如下的几点 首先第一点 材料的物性参数 一定要准确 当然了 如果有这个 ConsumS的数据的话 那当然更好 第二点的话 模具的水路 和水温的信息 我们一定要 如实地 设置到这个 莫多佛罗里面去分析 那撕膜的时候 一定要接模纹机 而且模纹机 一定要按照我们前面 模流分析的那个工艺参数 去设置模温 并且呢 每一条模具的水路 都要单独进水 要接到那个 最好是接到集水器上面 不允许串联 并且呢 我们最好是 要拿测温器 去测一下 这个模具的实际温度 是不是跟我们的 模流分析的条件一致 那模流分析的 交注系统尺寸 要和实际的模具尺寸 完全符合 模流分析用的 住宿机型号 也要和实际生产的一致 那网格方面呢 要匹配率达到90% 那当然这是 最基本的要求了 那推荐大家采用3D网格 然后呢 住宿生产的时候 那个工艺条件 一定要按照我们 模流分析的条件来做 尤其是模温 保压压力 保压时间和冷却时间 这几点是最关键的地方 特别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说 我们模流分析的时候 可能设定了这个 容体温度 比如说260 那你在试模的时候 住宿机上 如果你按照260去设置 往往会出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住宿机 它的设定温度 和实际的容体温度 往往会有一个偏差 我建议大家 在试模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住宿机 从前面 射水前面挤一块料出来 然后呢 用测温器 塌进去 反复地 测一下这个料温 是不是 是不是跟我的 设定温度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你一定要把这个 住宿机上的参数 要做一个调整 那第七点 要注意的就是说 Modflow 窍息变形结果 导出的 反变形的文件 实际上呢 是包含了 收缩率在内的 你在设计模具的时候 如果你用 这个反变形的 STL文档 去立项建模之后 这个模型 是不需要你做 收缩率的 缩放的 这点是关键 要注意 然后呢 模具设计的时候呢 除了你做预变形之外 在模具上面的 相应结构 你都要留一定的 加工余量 如果可能的话 尽可能地 把这些地方 做成相间 因为毕竟 这个模流分析的结果 和实际 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 所以说 在做模具的时候 一定要给自己 留一点退路 那接着呢 再做一下一个展望 就是预变形技术的 延伸呢 就是说 从理论上来讲 预变形技术 可以说是一个 以不变 应万变的一个招式 不管你产品怎么样 我都可以通过 预变形的方法 来做一个 翘翠变形的改善 但是呢 预变形技术 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你分析的结果 做得不准确 那往往会和实际偏差 比较大 甚至有时候 会过犹不及 所以说呢 模具上面 你还得留一点的 加工的余量 那未来的研究方向呢 就是Modflow软件 导出的反变形格式呢 一般是STL文档 我建议呢 以后可以增加一个选项 就是 直接导出这个反变形的 IGES格式的点云数据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我相信可能在座的很多人 对于这个STL文档格式的话 都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因为它是很难编辑的 你用常规的什么卡提亚 UG啊 对于STL文档 都是没法编辑的 那最后呢 非常感谢AO Autodesk公司 提供了这么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一个经验的分享 谢谢大家